台北市松山区有一位里长李台华 他在选前曾经说 如果连胜文败选他自己就要切副 如今选完了 担心里长真的会想不开 连胜文昨天晚上带着妻子蔡衣衫 特地登门造访 而叩文哲也打电话给这位里长 希望他不要做傻事 我有很诚意的向社会大众道歉 对不起 深深一鞠躬向社会大众道歉 就会选后第三天 老里长虽然顺利当选 却开心不起来 希望能够接着我破鱼的这个动作 能够平息网路 特地买了条鱼 亲自把鱼剖开 希望用鱼肉代替自己的肚子 因为选前自己曾说 如果连胜文败选 自己要切副 没想到一连三天被网友不停追问 到底何时动手 经过这两三天的沉淀 那我心情就篇幅很多 连胜文先生昨天晚上 透过他们的书跟我联络 劝我不要做这些傻事 因为感谢我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 对他的服选 连胜文说了亲自到里长家关心 也在脸书上po文表示 这次败选自己要负全责 希望里长不要受到网友嘲讽影响 就连柯文哲也打电话 要里长别做傻事 柯先生又打电话 他是昨天差不多六点十分左右 打电话到我家 明确地表示说 选举过后不要再有激情 然后又劝我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 拿出手写的声明 搞向网友和社会大众道歉 虽然有人消遣 不过还是有力停的选民 一早特地到办公室加油打气 也让里长感到窩心 余电TV赖伟凡卫婷 台北报道